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我是Will 今天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中文的故事 而且介绍一下中文怎么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我就开门见山 咱们开始吧 首先咱们来聊一聊 中文对我的性格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本人属于那种比较社狂的人 我上大学之前我甚至特别特别担心 我到时候交流新的朋友 通过学习中文我一直逼着自己走出我的内心的舒适圈 因此不仅叫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同时呢我也变得比较外向 这些经历让我深深的意识到 学习你们外语真正的价值 一眼一闭之让你能够学好你们外语 就可以达到一个更母语者 价格没有什么距离感的一个状态 并且很顺利的交信的朋友 我也意识到了在学习你们外语的过程当中 叫一些母语者朋友的重要性 我认识这么多中国朋友 我不仅能够彻底沉浸在中国的环境里边 还可以更深的了解中国文化 比如说今年端午节的时候 我在曼城画龙粥去了 那时候除了画龙粥以外 我还有机会吃粽子了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很深远的 但对以前的我来说也是很神秘的 于是中国就变成了一把钥匙 帮我打开这扇门 最近我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参加全英汉语桥比赛 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我想都没想到我能站在那个台上 说个关于医学的演讲 更别说我负责特等奖 以及拿全英冠军 但让我最惊讶的一点是 这个比赛的结果 居然对未来的发展还有一些帮助 比如最近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直接来找我了 总之把中文学成这种水平 让我不知不觉有更多的机会 于是有了更多的选择 希望这一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也希望你看完之后 你心里面充满了斗志 不管你学的是中文还是英文 还是另一面外语的 我希望学习外语也能够改变你的人生